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 线程同步之自选所 那么在了解这个自选所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学习的护士量 护士所 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 线程同步的问题的 那么在前面 护士量呢 它是保证 如果说有多个线程 同时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它就保证 这个临界资源 它是被创行的去访问的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如果说某一个县程 需要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县程呢 首先给这个临界资源加一个锁 那么加锁之后呢 其他县程就不能访问这个临界资源了 只能等到这一个加锁的县程 完成了临界资源的使用之后 解锁之后呢 其他县程才可以使用 那么这一个就是护士量的工作原理 那么回顾了这个护士量的工作原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再来了解这个自选锁 那么自选锁呢 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和这个护士量 它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 它也是在使用临界资源之前 加一个锁 完成之后呢 再把这个锁给释放掉 以保证这个临界资源的创行访问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就会问了 既然这个自选锁的原理和这个护士量 它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 为什么还要分开来讲呢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和这个护士所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区别 那么什么是自选锁呢 其实这个自选锁 它也是一种多县程同步的变量 那么如果使用了自选锁的线程呢 它将会反复的去检查这个锁的变量 是否可用 如果不可用的话 那么它将会一直去循环的反复的去检查 因此呢 这个自选锁 它不会让出这个CPU 而是处于这个满等待的状态 因此呢 这个自选锁 手机上 它就是一个死循环 等待这个锁被释放的一种锁 那么这个自选锁 一直占用了这个CPU 那么这个自选锁 它有什么好处没有 有的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自选锁 避免了这个进程 或者现成的上下文开销 那么如果说这个锁 所占用的时间不是很长的话 那么使用这个自选锁 它的代价也是很小的 同时呢 在操作器所的内部 很多地方都是使用了这个自选锁 而不是这个护士量的 那么在这里面还要提一点 就是这个自选锁 它不适合在这个单核的CPU去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自选锁 它在等待的时候 它并不会释放这个CPU 而是死循环的去等待 因此呢 如果是在单核的CPU去使用的话 那么将会引起其他的进程 或者是其他的线程 没有办法去执行 因此在这里面 自选锁 它是不适合在这个单核的CPU去使用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自选锁 那么自选锁呢 操作器统所提供的API 是这个Spinlog的API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自选锁 它实际的例子 来到Linux虚拟机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老师定义了一个 Spinlogdemo.cp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用于演示这个自选锁的代码的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具体逻辑 那么这一个的逻辑呢 也是这个生产者 这个消费者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默认是没有加锁的 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自选锁 来实现这里面的加锁和几锁的操作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定义一个自选锁 自选锁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P3 Spinlog T 然后呢 在下面我们需要把这个自选锁给初始化 Spin Emit 引用这个Spinlog 0 那么这样子出始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生产者 和这个消费者的逻辑里面 去进行这个加锁和解锁的操作了 首先我们在这个生产之前给它加一个锁 lock 我是加锁 接着是解锁 那么解锁呢 就是unlock了 跟这个呼气量非常类似 只不过这里面是 这个Spinlog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消费者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进行这个 加锁和解锁的操作 加锁 然后是解锁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对这个关键的临界资源的访问 进行了这个加锁和解锁的操作了 接着我们退出 保存退出 编译 然后我们来执行看一下 是否可以保证这个临界资源 它最终的操作的结果是0 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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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于0 还是等于0 说明我们的自选锁 它是可以正常的工作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自选锁的代码给注释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自选锁给注释掉的话 那么这个number呢 它就不等于0了 就发生了这个现成同步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自选锁它的使用 在这里面老师也是使用了这个操作系统 所直接提供的C的API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对这个C语言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不纠结这里面的语法细节 转而去关注这里面的逻辑 以及这里面自选锁的原理 那么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自选锁和这个护去量 它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自选锁 它不会主动的让出这个CPU 而是使循环的去反复检查这个锁变量是否可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验证一下这个自选锁 是否真的不会让出这个CPU 那么在这里老师创建了一个叫SpinlogCPU100.CPP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用于演示这个自选锁是否会让出这个CPU的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逻辑 这个逻辑和刚才的逻辑一样的 也是这个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模拟这个消费者 它的时间很长 这里面slip10秒 那么在这里面如果这个消费者他slip10秒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生产者的自选锁 它将会循环的去等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查看这个进程 它的CPU是否是100% 如果是的话 那么就证明这个自选锁 它没有让出这个CPU 而是使循环的在等待 接着我们保存下来 好的 保存退出 接下来编译 然后呢 我们把它跑起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这个后台进程的形式 把它跑起来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终端 来查看这个进程的CPU 把它使用这个end符号结尾 跑起来 那么这样子呢 就以这个后台进程的形式跑起来了 它的进程ID是82432 接着我们使用TOP命令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这一个进程 它所使用的CPU是99.3% 接近100%了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自选锁 它去运行的时候 它并不会让出这个CPU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自选锁和这个呼气量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把它Q掉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自选锁的例子 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自选锁 那么自选锁呢 它是一种多线程同步的变量 它呢 会反复的检查这个锁变量是否可用 它不会主动让出这个CPU 而是处于这个满等待的状态 因此呢 自选锁它是死循环的 等待这个锁对释放 那么这个自选锁呢 就避免了这个进程 或者是线程的上下纹切换的开销 而且这个操作系统内部呢 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个自选锁 以及这个自选锁 它是不适合在这个单核CPU里面使用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线程同步之 自选锁的主要内容 在这里面 同学们一定要理解这个自选锁 和这个互出量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